你现在看到的动画效果是通过影片遮罩、Video Masking来控制Deforum动画生成的影响范围,达到虚实结合的效果。 本次影片就跟大家分享要如何在Stability Fusion上完成这一操作。 在影片开始以前,我想做个简单的声明。 Introversify频道是我一个人在YouTube上经营的频道。 我并没有授权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其他平台上以他的名义来发布这些影片。 如果各位在其他平台上看到本影片,请到我的Discord伺服器,或于YouTube影片留言让我知道。谢谢。 首先,要使用影片遮罩,我们需要Stability Fusion Web UI,Deforum扩充,ControlNet扩充,ControlNet的Town模型,用来作为参考影片的原始影片,以及作为遮罩的影片。 先对Stability Fusion Web UI,如果你是想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可参考画面右上的影片链接。 已经安装好Stability Fusion的朋友,请确认你的运行版本已经是最新版。 Deforum扩充和ControlNet扩充,也可通过Extensions类别进行下载。 已经安装好这两个扩充的朋友,也请确保你已将版本更新到最新版,想要多了解Deforum的动画制作,可参考画面右上方的播放新单链接。 网出脸颊成功运行,还需要一个套模型。 模型下载的网址都放在影片叙述处,将它下载以后,请将档案贴到SD的安装资料夹中,Models,ControlNet中即可。 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最好是直接将Stability Fusion关掉并重新执行70脚本,不然有时候更新出错,可能会在运行中报错。 接下来,我们要生成遮罩。 市面上有不少付费服务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也有不少人是通过影片剪辑软体手动制作遮罩的。 遮罩影片中一般会有黑白两色,影片中白色的范围被视为有效区域。 Deforum会在白色区域上进行动画生涂,黑色范围就被视为无效区,在生成的动画影片上会呈现起原本的样貌,不会改变。 我要介绍的方法是使用Deforum自带的AI遮罩生成。 经过测试,我觉得Deforum的遮罩效果其实很好,不过唯一的缺点是它只能辨识人类已产生遮罩,无法判断其他主体。 如果你的影片主体是人类,那使用Deforum的内建遮罩生成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并且,为了一劳容易,我会建议单独运行一次生涂以获得遮罩影片,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影片。 这样一来,就不用在反复生成的过程中都产出一次遮罩影片了。 产出遮罩影片的设定档,我就放在影片叙述处,可以直接使用,并将解析度、帧率和影片位置的设定都更改一下就好。 如果你是凡事都要自己尝试一遍的类型,那就请耐心看完我的讲解吧。 首先,遮罩影片,原始影片以及产出的影片的帧率、分辨率都应该是一样的。 因此,在原影片上,我们先需要将影片大小及帧率都设定好。 为了加快生成速度,我使用了480p的分辨率,并且将原影片从每秒30帧减少到每秒15帧。 在输入生成影片的大小时,我使用了最接近480p的32的倍数。 根据国外一些网友的叙述,以32为倍数调整分辨率,会让生成的遮罩准确一些。 其他的参述则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生成遮罩影片,不会实际进入酸涂的步骤,所以即便是step设定到200也不会对结果有任何影响。 keyframes和prom也一样,不用理会其内容也没关系。 要生成遮罩,最重要的两个类别是init及hybrid video,在init的设定有点不友善。 首先,我们要在image init这里勾选use init,这样才可以启动起始功能。 不过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影片而不是图片,所以需要先把init image给清空,并在video init类别中,于video init path这里输入原始影片的路径。 extract from frame代表的是从哪一个影格开始截取,extract to frame代表的是截取到哪个影格。 -1的意思就是一路截取到最后。 extract end frame的话是直径系统只截取第n格影格。 譬如说,如果我输入的是2的话,则系统会每两个影格再进行一次截取和处理。 由于我们还没有这张影片,所以use mask video的选项就不够选了。 mask init类别中的数值得到保持未启动的状态就好。 再来是hybrid video类别。 在hybrid settings下,hybrid composite要选择normal。 确认generate input frames及first frame as any image you勾选。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不用勾选的,不过有网友似乎因为没有勾选而导致没生成出遮罩影片,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还是都勾选好了。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遮罩功能了。 要启动遮罩生成功能,在humans masking的区块选择video。 这样一来,系统就会自动生成遮罩影片了。 最后,我们要确认在outputs类别中, 它的帧率跟原始影片是一样的。 完成了这些以后,就可以开始生成了。 要注意的是,在outputs资料夹中找到本次生成的相关资料夹, 并且在当中的human mask资料夹中,看到完整生成的遮罩影片, 并确认影片已完全生成以后。 在生成遮罩影片时,这个档案就会存在了, 不过影片是空了,所以需要打开来确认影片, 可以播放,并且长度也正确。 确认没问题以后,我们就可以暂停本次的生成了。 有了遮罩影片,我们就可以开始生成动画了。 本次生成的设定档,我也放在影片叙述处了, 可以直接下载来使用。 我接下来会再仔细解释设置方法。 首先,在run类别中,确定宽度跟高度, 跟遮罩影片的数值是一样的。 然后step的话,20到30之间都是可以接受的数值。 keyframe类别中,我影片的总长度为381帧, 然后strength子类别中,经过测试。 我发现strength schedule在0.3到0.5之间的效果最好。 以我的例子来说,0.3的效果最稳定。 国外有大臣建议,直接将strength设定成0。 这样的意思是说,每一帧的生成都完全不会受前一帧的影响。 而是完全取决于原始影片。 这样做的效果我不太喜欢。 感觉每一帧之间的风格变化也太大了。 因此,稍微增加一点strength, 就可以让前一帧对后一帧产生一些影响, 让画面流畅一些。 再来是cfg。 默认的值是7, 我觉得6的效果会更顺畅一些。 然后在seed这里, 我会选择fixed。 要注意这里的境遇, deforum本身不建议我们在每一帧都使用同一个种子生成图片。 不过在我的理解中, 每一帧都使用一样的种子, 这样的稳定性才会更大。 不过, 如果你发现你的动画在后期就越来越多诈讯,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fixed的设定所造成的,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再来是motion之类别, 我这里强烈建议大家让镜头静止就好, 我曾经尝试让镜头摆动。 这是效果, 整个看起来就莫名其妙, 感觉遮罩似乎没有跟着摆动, 导致画面有点猎奇和荒谬。 在noise之类别中, 因为我不想画面的杂讯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里就将noise都归零了。 也将noiseMultiplierSchedule的加成效果关掉。 这之后, 在prom的部分, 我随意的输入了三组文本。 接下来是init, 它在imageinit勾选启动init的选项, 并且在initimage上确保为空, 在videoinit中贴上原始影片的路径, 然后勾选usemaskvideo, 以启动遮罩影片的功能, 并在videomaskpath这里, 贴上遮罩影片的路径。 在maskkinet的部分, 要记得勾选usemask选项。 我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勾选, 不过还是跟着做就是了, 并确保overlaymask也勾选了。 值得注意的是, default所生成的遮罩影片, 人物是白色的, 如果直接使用的话, 你的背景不会改变, 而只有人物会基于我们输入的prom而生成, 如果我们要改动的是背景, 保留人物原样的话, 那就要在这里勾选invertmask。 我试过以后发现效果没有特别好, 缝合的痕迹有点太明显, 估计还是要重新用其他平台来生成遮罩影片, 效果才会比较好。 再来, 为了让生成的图片可以更接近原来的构图, 我们使用了control lab, 在第一个模组的enable勾选以后, 选择pixel perfect, 并确认alrightinput frames也被勾选了。 预处理器流空, 直接选择tile模型即可。 并且,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将control lab的权重加大到2, 然后在input video path的输入栏上, 介绍原始影片的路径。 如果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尽力下, 可以搞率将control lab设定成control lab is more important。 再来是hybrid video, 从部阶的部分选择normal, 并勾选generateinput frames及first time frame as init image。 hybrid motion, 我选择none。 如果人物每个帧之间的活动幅度比较大, 可以考虑使用optical flow。 com must type, 我选择了blend, equalize, 则选择none。 这次我们就不用启动human masking了, 所以可以留空。 最后, 在确认output类别中的帧率跟原始影片的帧率是相同的, 我们就可以开始生成了。 好了, 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个人觉得这当中的许多设定可能有些重复性且多余, 或许是可以省略掉的。 各位可以多方尝试再跟我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 好现在就是 leather银铛的关系。 链铛的关系 Aw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